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8月5日 美国逝取澳洲女足 周四下午 奥运女足季军战友好戏上演 届时由澳洲女足对阵美国女足 澳洲女足近四轮未尝胜计 球队状态难言理想 并且她们过去三次面对美国女足意义胜难球 金扑整体表现略逊一筹的澳洲女足不宜高估 澳洲女足FIFA排名第九 可见球队隶属世界强队之列 但可惜比起在奥运外尾赛的出色发挥 球队在分组赛中则十分一般 三轮比赛踢完 球队仅录得一胜意和一负的战绩 期间得失球比位4比5 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勉强晋级 在半准决赛中 澳洲女足在35分钟便取得领先 但很快被对手破合并逆转 不过幸好澳洲女足极具韧性 在最后时刻绝平对手 并在加时阶段2比1拿下比赛 同时也创造了澳洲女足历史首次闯入奥运准决赛的记录 虽然澳洲女足本届奥运会创造历史佳绩 但可惜球队并没有将胜计延续下去 在面对瑞典女足时败下阵来 本届奥运会澳洲女足两度面对瑞典女足 期间得失球比位2比5 可见她们在面对实力强劲的对手时 后防端的漏洞一览无疑 澳洲女足被同一个对手连续击败两次 球队士气因而多少受到挫败 此番面对同样拥有不俗实力的美国女足 澳洲女足是一男友作为 美国女足FIFA排名第一 球队曾多次闯入世界被与奥运女足决赛圈 并且这两项比赛 美国女足都曾四次夺得最高荣誉 其实力之强无需赘述 但就是这只曾经连续三届奥运都摘得金牌的女足 在本届奥运会的发挥 却不尽如人意 作为奥运夺金的最大热门 美国女足并没有在分组赛中踢出统治力 与上述的澳洲女足战绩大同小异 最后凭借竞胜求优是以小组第二的名次出现 半准决赛通过12码大战险胜荷兰女足 而在准决赛的舞台上 面对来势汹汹的加拿大女足 美国女足全场哑伙 亚利斯摩根 卡尼罗特和拉比鲁 等众多攻击好手脚封禁师 止步于此的美国女足目前正面对这其国内舆论的指责 如今已处于骑虎南下的境地 哪怕是同牌 球队也势必要全力争取 幸好美国女足自2018年以来 与澳洲女足的各项赛事交锋都未尝败继 球员心里很大程度上战具上风 此番战役十足的美国女足值得看高一线 感谢你的收听 订阅我们的频道 就是给我们的支持越鼓励 还有分享给好友给我们更多动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